果不其然 只要泽连斯基在国际公开场合 和俄罗斯唱反调 俄罗斯必然会按照惯例轰炸乌克兰一波 泽连斯基在欧盟峰会上是过了一把瘾 然而乌克兰人却跟着遭殃了 根据乌克兰国防部的消息 周五 泽连斯基离开布鲁塞尔返回乌克兰之际 俄军对乌克兰全境再次发起导弹轰炸 根据乌克兰国防部发布的消息 在周五 乌克兰防空系统 击落了来自俄罗斯71枚导弹中的60亿枚 还有5架无人机被击落 俄军的袭击地点涵盖了乌克兰西部 中部和东部 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发布的消息 因为俄罗斯的轰炸 导致赫梅利尼茨基核电站一个核反应堆关闭 俄罗斯的主要的轰炸地点包括奥德萨 蒂涅波罗 扎波罗热梅利托波尔空军基地 尼古拉耶夫地区 其中很大程度针对的还是乌克兰 境内能源设施 尤其是电网 这让乌克兰人不得不面临断水断电的窘境 为什么俄罗斯总是在泽连斯基和西方混在一起发表反俄言论后 就对乌克兰境内发起大规模轰炸 第一 向西方表明自己的立场 只要西方多一笔援助 俄罗斯就会让乌克兰多付出一份代价 说白了 乌克兰这是走上了一条很尴尬的路 完全投靠西方 俄罗斯不会放过你 而西方对乌克兰的援助 根本不足以让乌克兰胜利 战斗机迟迟不给 主战坦克都答应援助了 还默默唧唧等好几个月 这算什么事 第二 俄罗斯这也是在向乌克兰内部施压 只要乌克兰人还在支持泽连斯基 就要面临泽连斯基总统带来的危害 这种危害一定会被转嫁到乌克兰人身上 反过来讲 俄罗斯这样做 也会让乌克兰人痛恨俄罗斯 今后俄乌关系改善几乎不可能 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关系只会越走越远了 只要俄罗斯不能控制整个乌克兰 不能对乌克兰实现去军事化 乌克兰必然会走进欧盟 拥入美国的怀抱 俄罗斯的地缘安全 地缘影响力势必遭受到打击 第三 俄罗斯在向乌克兰和西方 展现自己具备持续轰炸能力 然而俄罗斯的轰炸并没有打服乌克兰 乌克兰还在向乌克兰东部大举增兵 乌克兰认为 俄罗斯很可能在俄乌冲突爆发一周年之际 向乌克兰东部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 以此拿下顿巴斯 继而给国内一个交代 目前的乌克兰东部战事正在缓慢升级 俄罗斯并没有发起高一等级的军事行动 但是 预估俄罗斯距离发起新一轮攻势已经不远了 乌克兰能不能挺得住 或者说俄罗斯到底能不能打 决定着俄乌冲突在2023年的走向 泽连斯基这次去欧盟得到了什么 是不是空手而归 首先要看一下泽连斯基这次窜访欧盟的背景 是在欧盟大力援助乌克兰坦克的背景下展开的 包括德国 法国在内的很多欧盟国家 向乌克兰援助了大批量的坦克 这一波坦克援助总数在300辆左右 可以说一举满足了乌克兰的要求 第一 泽连斯基去欧盟 当然有句感谢的成分在里面 人家又是给钱 又是出力 登门拜谢 这是基本的礼数 不过这背后也有欧盟向内部议员交代的诉求 让泽连斯基讲话 说服这些议员 让他们感受到帮助乌克兰就是在帮助自己 第二 泽连斯基必须要去散发乌克兰的悲情 因为乌克兰现在面临着俄罗斯即将展开的大攻势 这意味着乌克兰还需要钱 需要更多的武器 乌克兰需要战斗机 远程导弹 这些武器目前欧洲要比美国犹豫 第三 泽连斯基和欧盟之间的互动 也有加快加入欧盟的意思在里面 虽然欧盟一些国家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 但是欧盟正在为乌克兰开绿灯 就算战后乌克兰实质很难加入欧盟 欧盟也会在经济上援助乌克兰 建设乌克兰 此外 西方的这一波舆论战可以说再次碾压俄罗斯 上次泽连斯基去美国 可以说场面搞得很足 这次去欧盟会发现 欧美采取的行动都差不多 这向世界表明了一个信号 乌克兰的朋友很多 而在看俄罗斯 俄罗斯的确是被西方给孤立了 但是这也没办法 毕竟是你俄罗斯先打的人家 俄乌冲突是一场新世纪以来 非常复杂 又显得无奈 甚至又没太大必要发生的战争 俄罗斯现在发现 打来打去 乌克兰还是乌克兰 乌克兰发现 打来打去 还是丢了领土 欧美发现打来打去 俄罗斯还是俄罗斯 最终到底鹿死水手 拭目以待吧 现在的欧洲 最大的明星不是普京而是泽连斯基 就因为吃顿饭没有被叫去 意大利总理竟然发布了外交辞令 来批评法国和德国不厚道 这两天 泽连斯基去了欧洲 去了法国巴黎 然后和马克龙 朔尔茨吃了顿饭 就惹出了这事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在布鲁塞尔表示 你们冷落我 这种行为很不合适 言外之意就是 凭什么吃饭不叫上我 去年德拉吉还和你们俩一起去了基辅 好在泽连斯基到了布鲁塞尔 第一时间安抚了梅洛尼 不得不说 这真的是西方一道尴尬的美丽风景线 泽连斯基什么时候成了欧盟的大红人 正所谓是出反常必有妖 从历史上看 这样打仗的到最后几个是赢家 第一 欧盟支持乌克兰 并不是调解俄乌冲突的 而是火上浇油 基本成为了交战方 因为欧盟很多国家都向乌克兰援助了武器 当然欧盟有自己的理由 因为俄罗斯没有听欧盟的意见 所以欧盟才帮助乌克兰 然而从俄罗斯的立场讲 俄罗斯已经警告过北约多次 不能允许乌克兰加入北约 而且要让乌克兰保持中立 但是欧盟不听 俄罗斯不动手 难道坐以待毙 俄罗斯和欧盟各说各有理 但是乌克兰是要依靠欧盟来对抗俄罗斯的 所以 泽连斯基也会帮着欧盟演一把煽动感情的戏 不然欧盟的援助哪里来 第二 至于欧洲政客争先恐后的到基夫打卡 然后是要和泽连斯基一起吃饭 这无非是为了增加自己的筹码 抬高自己的威望罢了 意大利一个刚上任的总理 就因为没被叫上和泽连斯基一起吃饭就发脾气 可想而知 现在的欧盟能撑住是得有几个 除了法国和德国还能顾全大举 诸如波兰 立陶宛 爱沙尼亚这些国家 不就是给欧盟来捣乱的 第三 泽连斯基亲自参加欧盟峰会 无非就是向欧洲人展示自己的委屈 继而让欧盟乃至北约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 尤其是重型武器 这对于乌克兰抵抗俄罗斯非常重要 尤其是现在 正处在北约对援助乌克兰的关键阶段 乌克兰现在不仅向北约要主战坦克 还要战斗机 至于北约会不会给乌克兰战斗机 这个问题可能也会成为今后北约的谈论话题 然而从事实看 乌克兰必须要清楚的是 北约根本没有对乌克兰无条件支持 至少一架五代机也没给 一枚远程导弹也没给 攻击性长航时无人机也没给 这说明北约根本不敢和俄罗斯闹翻 乌克兰赢不了就是炮灰 赢了那也是西方的胜利 现在欧盟正在大张旗鼓地欢迎泽连斯基 不排除俄罗斯又会对乌克兰境内 实行大规模轰炸行动 每一次泽连斯基在国际某些会议上露面 就会招致俄罗斯的反击 尤其是当泽连斯基说出对俄罗斯不利的话后 这似乎都成了俄罗斯的打击惯例 这次应该也不会例外 欧盟为什么要支持乌克兰 很简单 因为乌克兰要加入欧盟 泽连斯基从没开战之前就已经正告俄罗斯 虽然乌克兰和俄罗斯有着共同的过去 但是乌克兰现在和今后不想再这样下去了 泽连斯基既然要投奔到西方的怀抱 要加入欧盟 欧盟自然要照顾这个小弟 不然西方的颜面往哪里放 加上美国煽动 以及俄罗斯并没有给法德足够的面子 致使欧盟完全站到了乌克兰一边 那么欧盟支持乌克兰的好处是什么 实际上可以先把基本面放大一点 西方支持乌克兰 加强了欧美之间的团结和凝聚力 那么对于欧盟 这样很多国家组合在一起的组织而言 同样如此 欧盟支持乌克兰 可以掩盖很多内部问题 甚至还能解决一些问题 这对于欧盟非常重要